今日要恭喜你,多謝你上次訪問, 訪問講到房屋問題土地用途問題, 現在有一些私人會所的人廣傳, 令到可能點擊率在未近一星期很高, 我們講到香港其實是一個房屋問題, 講到有些用地問題,土地用途問題, 應該不應該問題,提及到香港要不要有兩個馬牆呢, 為何又要那麼稀有的高宇夫球場, 為何會失去八個洞呢,地點又那麼遠, 何時要向高宇夫球場開刀呢, 誰知我昨天收到一個短訊, 中華遊樂會的回長發給我, 就說他發覺是非常困難跟我做朋友, 我不知道原來要跟他維繫這個友誼, 是不可以講香港的房屋問題, 或者我自己個人對土地用途問題的意見, 原來因為他是會長, 所以我們有機會接觸到媒體的人要禁聲, 我想那些會為何管治那麼差呢, 就是因為這些世襲的人的思想, 即是我當會長,你講我們的會有甚麼不著, 應該搬遠些,你不給我面子,你不是我朋友, 社會就是這班人,令到那些應該的事沒有發生, 譬如我們還有很多人上不了樓, 而且思維就是不改土地用途, 繼續在新土地越來越遠, 好像那些員工那樣, 凡是想要去上樓的話, 就說很遠,不是天水圍元朗那樣。 我覺得這些其實是一個討論, 是一個自由社會的討論, 但是有一些在這些, 你拿到他私人會所的, 他平時去玩樂的地方, 而碰巧你是他朋友, 他又做了會長, 他甚至會跟你講, 就是我現在很難跟你做朋友, 因為他是會長, 然後你講會其實可以搬遠些, 我不是講煞會, 搬遠些,起大些,多些停車位, 多些網球場,有甚麼不好呢? 但這樣已經是很難跟我做朋友了, 所以你說社會要不要這些人呢? 令人真的很痛心,讀那麼多書, 拿這個中肯一點的話題出來討論一下, 不知道是不是太多這些人, 所以我們房屋的問題, 尤其是市區裡面的房屋問題, 其實我那天的講法都包括家事居度, 家事居度都是很大幅地, 其實那裡可能建到幾千個單位, 而那些會員的遊樂場, 其實可以搬出去遠些, 我知道陳志思都是負責, 或者曾經負責,現在不知是否, 就是那些堆填區的土地用途, 堆填區又不可以建得太重, 那些建築物又不可以太多層樓, 其實拿來做會所最好, 他們比較遠些, 但肯定可以有很多車位, 給很多訂方,平時會可能只有六個網球場, 搬去堆填區可能有十二個網球場, 何樂而不為,出去玩而已, 一個周末出去玩而已, 但是在那個圈子裡面, 講我們市民房屋的問題,上樓的問題, 就是一提出來, 就好像是一個,我們英文叫Taboo, 好像中文應該是什麼, 禁題,被禁的禁據,禁言, 你說社會這樣的話, 何時可以做到一些應做的事呢, 我覺得真的很搞笑, 或者會繼續遇到這些批評時, 可能會跟政府策略立立會員宣誓, 譬如中華遊樂會會長可能要效忠中華遊樂會, 不准在傳媒面前說要將會搬去大一點, 建得漂亮一點, 我覺得很荒謬,真的很荒謬。 那些地方用來發展就用來做些玩的地方, 我覺得我始終都是覺得房屋問題, 如果你是以市民為福祉, 應該先考慮市區還有什麼地方, 因為很多方面考慮到車、交通配套, 如果你在市區改了土地用途, 包括工廠區可以變成公屋和居屋的話, 其實你解決了很多私家車再增加的問題, 說這又不行, 因為可能私家車協會又批評我, 又做少生意賣少車, 所以你何時可以真正面對一個, 不要理多方面既得利益者的問題, 真的去面對這個問題呢, 房屋的市區裡面應該除了商業區, 現在已經沒有了工廠區, 其實應該就是住宅區, 太多這些禁言, 講了你跟每一個會裡面有1000個會員, 很多會都重複, 跟著香港有四十幾五十個會, 那五萬人一提出要搬去遠一點地方, 就是他們的敵人, 你看看那個數目字都可以看到, 都是五萬個敵人而已, 有幾十萬人可以上樓, 如果他真的視我為做不到朋友, 變成敵人無所謂, 都是五萬個而已, 都是五萬個而已, 我就是覺得你可以爭論, 他的地很遠,去到新界, 不過你覺得對, 起碼他們都肯犧牲自己捐出來的地, 都是一個無私的表現, 那些會所的會長是否都要三思下, 自己福地在市區一些那麽旺的地方, 是否的思維那麽狹窄呢, 我亦都相信我自己本人包括, 政府都不會殺會, 只是叫他搬出去一些地方, 是會所會員有車階級都可以方便去到的, 可能駕長一點車,然後拿來轉做房屋而已, 況且政府都無講過要殺中華遊樂會, 如果我周小龍講句話, 政府就會殺中華遊樂會, 我豈不是很厲害,就變得特首, 其實他反而會長覺得他很短視, 就是因為他應該很放心, 我們是反對黨, 我說中華遊樂會的地方那麽珍貴, 應該去搬遠一點, 可能政府就是我講完之後他不做, 所以他不應該打來多謝我, 叫我講多些,我是反對黨, 我講完之後可能政府就是你說A,他說B, 反而他不多謝我, 說法國是很難跟我做朋友。 應該,他的地點是怎樣得回來的, 是吧,都應該的,都應該幫幫忙解決防復問題, 是吧,我反而不希望見到那些敏感的問題, 講關於香港需不需要兩個馬牆, 這些敏感問題反而無人講, 如果那些鄉新都捐他的新界地出來, 馬會有沒有考慮到他法會局, 或者沙田時代一個馬牆是不需要呢? 一個星期,上次談過,一個星期跑兩次馬, 即是星期三跑一次,周活跑一次馬, 需不需要兩個馬牆呢? 即是這個武漢肺炎都考驗了場外投注, 其實都證實了場外投注是有實力的, 是可以做得更大,是吧? 希望他們可以帶出這些敏感的話題, 令到好像陳志思這些角色, 他除了做保育外, 他要負責堆填區的用途這些, 他們的工作容易做些, 其實那些堆填區真是用來建立私人會所很適合, 因為他起碼可以給到大兩三倍的地方給他們。 嗯,明日大雨真是對我來說太過遙遠了, 我不是很想討論這個我不贊成的一個計劃, 我都是一個普通市民,明日大雨真是對我來說太過, 英文叫Far Fetch,很難觸摸這麼龐大的投資, 這麼多錢去製造多些地, 我覺得現時政府應該看面前的問題, 改變土地的用途, 然後要拿一個清晰點的宗旨去問問自己一個 很中肯的問題,就是我們想上樓的人, 是否第一個考慮就是搬出新界呢? 有沒有其他土地用途是可以改良, 包括工廠區,有些工廠區真的很舊, 是否可以改良它,然後變成一些住宅, 你見到荔枝角那些居屋曾經在上環荷里活華廷, 這些都是很成功的政府房屋計劃, 是否應該要先解決當前的問題, 最重要不是說一個地方有多大,不是首要多大, 地方要大當然是理所, 但同時間你要探索那些大些地方怎樣用的時候, 有些小些地方是否更即時呢? 你改變了土地用途之後,是否即時可以建兩三棟出來? 它即時又沒有配套問題,又沒有交通問題, 又沒有低話地帶問題, 因為以前可能是工廠大廈,可能是一個私人會所, 即時就可以將它變成幾百個單位, 這些是否解決方法呢? 以我所知那些官都不喜歡跟世襲或富商勾結, 他們都不會給面子, 因為我這樣將你的會搬遠了, 我就跟你的關係差,我想官不會是這樣, 不過領導層可能這麼多年來都避了去談這個問題。